美国利用科技霸权的武器 在国际社会大搞科技小圈圈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西方发达国家之间 他们的科技政策就那么的和谐统一吗 他们的科技之间就没有竞争吗 他们就没有利益之间的冲突吗 科技本身的规律就是彼此竞争 西方发达国家之间 在国际市场现实的利益面前 就那么的相互谦让 不顾自身的利益吗 我想大家都明白 答案自然就是否定的 国际社会的丛林法则 必定让竞争始终存在 比如最近美国通过了 针对电动汽车的科技补贴政策 马上韩国和欧盟就跳出来 指控美国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 为什么反应如此之强烈呢 很简单利益问题 同时美国和欧洲之间 还因为各种科技政策 各种科技巨头之间的反垄断调查 双方在科技博弈上 同样也是矛盾重重 原因当然还是很简单 欧盟方面的反垄断政策 矛头直指美国的科技巨头们 所以呢 美国的科技巨头 美国的科技企业 其利益受到损害 自然也就成了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啊 关于科技政策上的你来我往的博弈 我们今天就是要跳开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 过去这些年呢 我们看到了中美之间的啊 各种什么脱钩 什么科技的锻炼 公民链 产业链 受到美国的各种打压影响等等 那么中美之间存在着你真我夺的科技领域的发展竞争情况 同样的西方国家之间自然也是存在 所以我们需要打破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科技竞争的一个迷思 那就是好像西方国家之间铁板一块形成科技联盟 这样的一种概念式的一种感受呢 很多来自于西方媒体的一种描述 但现实情况绝非如此 我们要来看看西方国家之间本身就已经存在已久的科技产业竞争的啊 政策矛盾 那么由此呢 我们也能得到一些启示 8月12号 我们就看到了欧盟和韩国方面 公开表态对美国电动汽车购买税收抵免计划 表达了担忧 为什么表达担忧呢 原因非常简单 那就是 美国的这项针对电动汽车的科技补贴政策 具有歧视外国制造汽车的相关条款 也就是呢 美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 美国为什么违反规则呢 很简单 他希望把相应的补贴相应的政策 向着美国自己的企业来进行倾斜 保护自己国家内部的科技公司 具体的说叫做电动汽车企业 那么如此这样 完全不顾国际贸易规则 公平竞争环境的一些要求 那么美国做出了不顾国际法的一些动作 美国的参议院上周通过了430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案 法案当中就宣布将取消电动汽车税收减免7500美元的上限 但同时还施加限制 要求电池部件和关键矿物必须从北美进行采购 那么电池部件关键矿物只能从北美来采购 就意味着其他地区相关的产业链的上游 它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都知道欧盟和韩国方面都是汽车制造大国 同时也是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大国 美国市场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特别是对于汽车来说 我们过去老说美国是汽车王国 所以欧盟的反应人才会说 美国的这些科技补贴政策是具有歧视性的 相对于美国生产商而言 它是对外国生产商直接的赤裸裸的不公平竞争 而且完全不符合国际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范 欧盟认为相关的科技产业补贴政策 需要确保所推出的这个措施 是公平和非歧视性政策 欧盟敦促美国从该法案之中 删除这些歧视性的内容 并确保它完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 那么我想欧盟方面的表态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美国方面要去修改相应已经通过的法律 已经在实施的规则恐怕并非易事 而韩国的顾虑和担忧当然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韩国贸易部发布声明表示 韩国方面已经要求美国贸易当局放宽电池部件和汽车总装的要求 那么韩国的现代汽车以及电池制造商LG新能源 三星SDI SK举行了联合会议 上述韩国公司要求得到韩国当局的支持 以敦促法案不会使他们在美国市场处于竞争劣势 那么显然呢 韩国的产业界已经施压韩国政府 要对美国这样的不公平竞争政策进行相应的外交动作 韩国方面的动作应该说还是比较快的 已经宣布致函美国众议院 要求美国在韩国制造或组装的电动汽车 以及电池部件纳入美国税收优惠的范围 否则同样配置同样标准 同样里程产品质量一样的汽车 那么一个有优惠一个没有优惠 大家想一想 你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美国老百姓 反正呢 你肯定是不了解这背后的所谓 什么产业链供应链税收政策 你只管买到的同样的东西 那么哪一个价格实惠 你的性价比自然就高 你的竞争就会取得优势 这就是美国现在在做的事情 韩国现代汽车公司感到非常的失望 而且直接批评 认为美国当前的立法严重限制了 美国人 美国老百姓 美国消费者 在电动车的使用和选择上的空间 很显然呢 韩国认为 我的产品更好 或者说呢 我的性价比更高 但是美国政府通过人为干预 导致韩国等外国汽车厂商 在美国的竞争当中呢 处于劣势 而且韩国的汽车厂商认为 如此这样的政策安排呢 可能极大的组织了汽车业 向可持续发展方向的过渡 影响了全球对抗极端气候方面的努力 那么这样的一种 一个计划 不仅引发了欧盟和韩国方面的不满 也在美国国内引发了讨论 一些汽车制造商此前表示 由于要求电池部件和关键矿物 必须从北美采购 大多数电动汽车车型 将没有资格获得税收抵免 我想所有出口的美国的汽车企业呢 特别是日本的企业 也面临着类似的不公平竞争环境 大概是日本在美国面前是不敢说话 亦或者说呢 还处在观望的状态 说不定很快就会跑出来 跟着欧盟和韩国啊 这个喊着不公平的竞争了 另外呢 美国的这种做法 是另外一次的打脸行为 要知道美国现在所推行的 各种不公平科技政策 全部是过去美国指控 其他国家的行为 包括美国刚通过不久的 美国芯片法案 国家掏出来的2800亿美元 以及527亿美元的芯片补贴政策 要知道这些钱 可是美国政府直接拿出来塞给厂商 你说这不就是美国过去 经常指责其他国家的赤裸裸的 产业补贴政策吗 除了美国现在所进行的 不公平科技补贴政策 最近呢 西方国家之间 还在科技巨头 反垄断调查方面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 在经济衰退压力之下 反垄断大戏 在美欧之间 大西洋两岸陆续展开 矛头也是直指美国的科技巨头 2020年的7月份 谷歌 推特 亚马逊 Facebook 四大科技巨头的首席执行官 首次齐聚美国国会听证会 接受议员们长达五个小时的轮番质询 大洋彼岸 欧美委员会在同年的12月 推出了数字市场法草案 矛头也是直指美国的这些科技巨头们 新一轮的欧美反垄断大戏至此开幕 两年后的2022年的7月18日 这场反垄断大戏呢 就迎来了高潮 第一个专门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 反垄断法案 数字市场法 在欧盟27国呢正式落地 而且时间也已经宣布 在2023年呢就要生效 这个法案禁止大平台公司进行垄断 比如禁止像一些公司呢 这个啊去优待 首先呢去优先销售自己家的 自己旗下的产品 而且呢允许平台上多家APP的应用商店 等等这样的行为 违者将可能会遭受 欧盟方面最高全年全球收入10%的罚款 如果反复违法 处罚呢甚至可以高达20% 那么风暴呢 由此袭来 美国的科技巨头们迅速做出了让步 我们就看到了美国亚马逊公司 在7月14日做出承诺 在欧盟范围之内 要立刻纠正平台上自我优待的行为 说这个话呢 很多朋友未必能够理解到底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亚马逊呢是有一些自己的品牌的产品 或者叫做呢自己的公司啊它下属的一些品牌所制造的商品 那么同样是亚马逊平台 亚马逊这个平台呢就把自己的商品呢放在一个啊比较有利的位置上 优先显示呀或者在广告呀或者在一些对数据的利用上的算法上呢 它就能够取得更好的销量 哎他有一个更好的待遇 这就构成了不公平的竞争 所以说呢欧盟方面的法律推出之后 那么亚马逊立刻挑出来 马上承诺我会啊这个解决优待自己旗下产品的行为 而且呢还承诺不与第三方商家进行不公平竞争 卖家出价公平排序等等 另外包括不绑定自由物流物流体系这一系列的限制 随后呢我们也看到美国谷歌公司在7月19日宣布 根据数字市场法的要求 要调整安卓系统当中的支付系统 在欧洲经济特这个区域之内呢 向非游系列的APP的开发者开放第三方的支付渠道 那么也就是说过去谷歌旗下的一些操作系统 一些这个应用软件呢 那么它捆绑了自己的支付渠道 这就让所有的第三方支付渠道 构成了不公平竞争的行为 在欧盟方面新的法律推出之后呢 那么谷歌就已经做出承诺会改变过去的这样的规则 而与此同时 美国国会也在艰难的推动出台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互联网反垄断法案 也就是美国创新和选择在线法 该草案正在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过审 顶着科技巨头们重金游说的压力 等待着美国两院最终的投票 美国政府发起的新的反垄断诉讼不断 反垄断大邦尚未最终的落下 科技巨头已经遭到宏观经济的鞭打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两个季度萎缩 通胀率连年创下新高 那么美联储四次加息拉高了融资的成本 在骤然加重的经济压力之下 美国的推特、谷歌、Meta、亚马逊等等公司 业绩都出现大幅的下滑 也走上了裁员降低成本的收缩之路 外界纷纷在问 美国的这些科技巨头的寒冬 是否就已经提前降临了呢 我们来看看欧盟 那么欧盟方面究竟是如何把反垄断的利剑刺向美国这些科技巨头们的 7月15日 欧盟议会投票通过数字市场法 那么也就简称DMA以及数字服务法DSA 两个法案专门针对大型平台科技公司的垄断和内容监管 欧盟负责数字业务的副主席 那么甚至宣称这是欧盟方面的世界首创 数字市场法在7月18日经过欧洲联盟理事会批准成为了欧盟的法律 数字服务法则是在9月份正式实施 数字市场法禁止大平台公司垄断 为者将遭受最高的10%至20%全年收入的罚款 而数字服务法呢 要求监管平台上监管有害和违法的内容 敦促平台公开算法 为者将获缴纳最高全年全球6%的罚金 两大法案从2020年12月份推出到2022年这个下秋季落地 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相对于呼声大落实少的美国 欧盟27个国家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态度始终非常的统一 而且行动相当的利弱 要知道在过去的20年间 欧洲没有出现任何世界级别的大型科技公司 欧洲互联网科技市场已经被美国几个大公司占领垄断 所以无论从消费者的隐私保护 还是在最近的反垄断法案上 欧盟为了限制美国科技大公司同时扶持本土科技企业 那么在监管方面一直比美国更为激进 走得更快 从2018年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到现在的两大法案 欧盟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根据两个法案的细则呢 美国的谷歌公司 亚马逊公司 Facebook公司 苹果公司等等这些 美国科技巨头都成了欧盟方面的头号目标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监管压力 对于法案的实际生效日期 两个法案都设置了缓冲期 数字服务法有15个月的缓冲期 预计在2024年生效 而数字市场法有6个月的缓冲期 预计在2023年上半年生效 欧盟的监管大棒尚未落下 科技巨头们已经未雨筹谋 后退一步 7月19日 谷歌宣布 根据数字市场法的指导 谷歌方面将调整安卓应用当中的支付系统 那么在欧洲地区范围之内 那么就允许第三方支付的接入 过去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接入方面的要求 可是在市场当中讨论了很长的时间 而过去美国的这些科技巨头们都相当的强硬 一直不愿意做出任何的修改 而现在欧盟方面的历见反垄断的调查 刺向了美国的这些科技巨头们 在这样的法律面前 我们看到美国确确实实 不只是美国是纸老虎 美国的这些科技公司看起来 也一改往西的强硬的态度 立刻做出政策调整 马上允许第三方支付的接入 所以有的时候真是狭露相焚 勇者胜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我们也看到了美国谷歌公司 他也在做一些适当的妥协 同时提出新的要求 比如说 这个谷歌公司在安卓的APP开发者 使用第三方支付渠道时 依旧规定需要向谷歌缴纳佣金 佣金比率 比谷歌商店自带的支付 要少三个百分点 那么线上的购物平台亚马逊 在7月14号也承诺 在欧盟范围之内 不会使用平台上的第三方商家 他的非公开数据 和第三方商家进行竞争 那么这样的就会造成 前面所说的不公平的状态 同时对于同一种商品的 不同卖家的报价要进行公平排序 参与亚马逊金牌会员的商家 可以选择亚马逊的物流 或者是其他的非亚马逊的物流 那么形成一个相对而言的 开放的这个市场竞争格局 而不再是过去亚马逊平台的 垄断地位所造成的不公平竞争 欧盟方面这一次所推行的数字市场法 以及数字服务法 那么他将打开大的这些互联网平台 之间的相互联通性 基本的意思就是允许第三方 接入这样的平台 我们前面列举了 无论是物流公司的接入 支付平台的接入 或其他商家的接入 实际上都可以认为是第三方平台接入 同时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之上 那么将会削弱总体上这个大平台 他具备的过去的特殊垄断地位 特别是在非核心的相关市场上 要限制这些科技巨头们的行为 让新的企业获得挑战大平台的机会 那么我想朋友们呢 很容易去联想到一件事情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那就是既然这些美国科技巨头们 过去非常之强硬 现在呢 在欧盟方面的立法落地之后呢 马上这个这些美国的科技巨头们 立刻做出让步 那么他们在全球 是否也会做出同样的让步呢 即使仅在欧盟地区做出让步 那么对手也可能先在欧盟地区 来蚕食掉这些美国科技巨头们的市场 毕竟过去他们使用了非正常竞争手段 获得了垄断优势 导致欧盟市场呢 成为美国科技巨头们的天下 现如今摆在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条件下 美国这些科技巨头们 他们原本具有的优势 恐怕就会慢慢的消失 让所有的玩家都可以进行公平竞争 也就意味着挑战美国科技巨头的后来者呢 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 而且呢 这样的一个优势 有可能从欧盟扩展到全世界 这些大公司真的能够把这些损失 这些利润的损失 这些竞争优势的损失 锁定在欧盟内部吗 看起来不那么容易 比如说韩国 比如说印度 比如说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恐怕在欧盟政策逐渐落地之后 就会纷纷推出类似的法律 来挑战美国的这些科技巨头们 要知道 美国的科技巨头们的麻烦 还不只是欧盟地区推出的数字市场法 和数字服务法 欧盟反垄断进程 仍然没有停步 接下来的半年 欧盟还将努力推进数据法案和人工智能法案 数据法案将主要汇集消费者和中小企业 比如用户购买和使用智能产品 在产品上产生数据之后 可以选择不同的云服务商存储自己的数据 而不再是过去那种必须使用大平台的这些科技公司 指定的一些数据 那么法案还将禁止市场地位强的公司用霸弯条款来阻碍数据的公平分享 其实美国当前也在制定各种的反垄断法律 同时美国方面也还在推出一些隐私保护方面的法律 那么这些都让美国的科技巨头们在过去那种自带光环众星捧月的好日子 大概是真的要走到头了 一名Facebook的工程师就感叹道 现在的智能手机的红利已经消耗殆尽 而像像VR这样的新一代硬件还没有很快普及 也没有智能手机那样的根本性的革新 未来互联网公司的增速不会像以前那么的快了 我想这既是美国科技巨头们目前的一个现实处境 同样也是美国在全球结束过去那种无往而不利时代的一个时刻 我们说过去的美国过去的硅谷 每当推出一些新的科技玩法 新的科技政策 新的科技企业 新的科技产品 然后呢世界的追随者就非常之多 大家认为美国的产品就是代表着高科技 代表着先进 代表着潮流 甚至代表着未来 所以呢世界各地的市场 就会纷纷向美国的这些科技产品 科技服务来敞开怀抱 去拥抱美国的科技巨头们 因为很多的不同的市场呢也担心 一旦不开放 那么未来会不会被时代给抛弃呢 所以大家就都张开双臂 欢迎美国的科技产业 科技的巨头 但是现在整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 人们越来越注重隐私 人们越来越看清楚 美国科技巨头们 他们过去的这些作为 他们呢利用老百姓的数据 为自己呢谋私利 为自己的广告业务 精准投送业务 精准营销业务 甚至呢把相应的用户数据 用户隐私 用于分析各种各样的 这个行为 包括美国在大选的过程当中 就被指控 利用了Facebook的数据 来分析选民的投票倾向 这已经公然利用 这个科技巨头的数据隐私 用户隐私呢来为政治和选举服务 所以说科技巨头们过去给老百姓 给各地政府不同国家 所带来的所谓啊这种品牌价值 这种所谓啊科技啊潮流啊 科技先进所有人应该追随 这样的一种概念就演变成了 美国科技巨头们也没少干坏事 也没少利用消费者的数据 消费者的隐私来为他们进行服务 所以说呢美国这些过去那种无往不利的时代呢 真的是啊逐渐的凋零 而且呢美国科技产品的创新能力正在下滑 过去美国从啊这个功能手机向智能手机时代转换过程当中 代表着科技的创新 所有人都需要买一部智能手机 所以说哎大家呢必须要使用美国的这些产品和服务 但是现在呢美国的产品美国的服务美国的科技创新似乎已经不同往昔 所以大家也就呢这个啊不再有那么强的吸引力对于美国的科技产品 所以美国现在要面临的不仅仅是中国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赶超和竞争 同时呢美国现在也在面临着其他国家我们今天列举的韩国欧盟方面对美国汽车科技补贴政策的不满 同时我们列举的欧盟所制定的各种啊这个数据隐私政策对美国方面科技巨头们呢 可以说是像一把利剑直接刺过去 那么未来呢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国家制定相应的数据保护的条例 我们说数字主权也是主权 所以呢这个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被老百姓接受 你侵犯了我的数字主权拿了我的数据我的隐私 实际上你就是侵犯了我个人以及这个国家的主权 那么过去这样的概念比较淡化 但未来会越来越重 所以说美国在不断针对中国科技企业试图赶超中国还搞什么啊 这个小圈圈搞什么科技版的北约等等这些作为的同时呢 美国应该时不时的回过头去看一看 美国的这些门友们过去长期宣传的一个战壕里的兄弟们 他们都在思考些什么 他们都在有哪些作为 或许呢拆掉美国科技霸权这个城墙的 恰好就是在城墙之内和美国称兄道弟的那些门友们 原因非常简单 无论是谁 他们总要顾及自己的国家利益 总要顾及自己国家的老百姓 他们的数据隐私的权利 他们的安全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想呢美国应该去了解 我们呢也应该去了解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